这个女皇太惨了 刚享受一天的福利 就因喝下心上人递去了茅台 当场吐血身亡 李美男无法接受女皇就这样离去 想尽办法要复活她 低头看到她手腕上的红绳 回起上一世自己曾摘掉手链 两人就穿越到初次相遇的时候 于是李美男毫不犹豫 用力扯掉手链 安心瞬间睁开眼 看着熟悉的场景 焦急着想要见心上人李美男 谁知迎面便碰到了她 还未开口说话 就被她甜蜜亲吻 本以为李美男会向上一世失去记忆 怎料她并没有 而是责怪安心 为何丢下自己先离开 然后又来了个法式恶吻 与此同时 得知安心活过来的消息 太后气愤不已 眼看皇位唾手可及 此刻却化为泡影 她心有不甘 便又派去刺客 安心立刻中招 直接倒地没了呼吸 旁边的李美男慌乱摘下手链 再一次换回安心 怎料下一秒 她又被飞剑射中 李美男熟练着摘下手链 看着心爱的人 一次次死在她面前 决定要找到幕后黑手 她抓到行刺之人 生气质问是何人派她来的 不得不说 刺客真是没职业操守 没怎么逼迫 就说出实情 原来是与李美男 青梅竹马的小绿郡主指使的 李美男脸色铁精 站在大殿等着小绿 察觉到她的到来 愤怒拔起箭指向她 小绿顿时懵了 明明他们才是一个战壕 而且自己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她的大业 李美男反驳道 她根本不想称帝 只要和懂她的人相守一生 小绿仍不知悔改 逼把她动手 李美男不忍心亲手杀了 从小一起长大的小绿 紧周眉头 无奈扔下箭 然后郑重警告她 下次自己不会心软 随即离开宫殿 而小绿转身就找到太后 将刺杀失败的消息告诉她 更重要的说出 她侄子李美男已经爱上安心 次次出手阻拦 太后听后非常淡定 马上便想好对策 计划离间他们两人的关系 于是下午安心在上朝途中 遇到一个面生的宫女 听到她禀告 太后身体抱恙 需要女皇过去看看 善良的安心并未想太多 急过急了赶过去 见太后身体很是虚弱 大声让宫女去找太医 太后看安心如此好骗 便开始了表演 称自己的病 娘太里带的不好根治 希望她能答应一个要求 随后强撑身体说道 想要见侄子李美男一面 安心觉得不是男士 张嘴便要答应 只能被旁边的宫女阻拦 安心因为是穿越而来 之间发生的事情 根本就不了解 疑惑地询问宫女 见着吞吞吐吐 不愿说清 转头询问太后 从她口中得知 原来是先帝曾专门下旨 不允许他们相见 安心继续追问其中原有 太后却刻意避开不回答 只是一味地扮柔弱 装可怜 安心见状很快有了主意 既能不违反先帝遗诏 也可以帮助太后 承诺让两人远远见一面 次日安心在皇宫准备家宴 专门邀请李美男出席 可是当他刚坐下 席间的氛围马上变了 皇亲国戚当场嘲讽李美男 靠着安心的恩宠上位 安心替李美男说话 她是太后的侄子 也算是皇族 然后招呼大家吃喝 谁知立刻遭到皇叔的讽刺 称还是女皇会骂人 安心正要斥责 在聊旁边的公主 竟然让李美男倒酒 见着不为所动 气氛瞬间尴尬 太后这时出现 主动要倒酒 不料皇叔却把杯子移开 故意言语辱 李美男立刻起身 强行扯住皇叔的手 用力将他摔倒在一边 接着大声斥责众人 要替太后讨个公道 随后抢过他手里的酒壶 拉着他大步走了出去 小绿联盟跟上前 皇叔也是拂袖离开 一顿好好的家宴 就这样结束 安心看着云里雾里 不明白众人为何这般敌对 旁边供女解释 李美男是太后与外男私通所生 为顾及皇家颜面 才说他们是审职关系 实则是母子 先帝知道真相后大怒 把太后打入冷宫 李美男凭借战功 走得大将军位置 一路十分不容易 今天又被这般羞辱 太可怜了 安心才明白 她好心办会事 喝止宫女为何不提醒下 宫女弱弱的辩解 她早都知道这些的 安心懒得解释 着急的去追李美男 想要安抚她 李美男看着眼泪婆娑的母后 心里满是愧疚 承诺一定会救她出去 殊不知这是太后 用来挑唆儿子和女皇的关系 好让实现她的宏图伟业 李美男回到寝宫 立刻打算逼宫 命人杀掉了育林军 他则找到了安心 功力失去的退下 此后没注意到 她手中攥着的匕首 而安心担心家宴的事情 惹得李美男不开心 便拉起她的手冲向院中 两人来到亭子坐下 安心热情的打开包袱 从里面拿出几块糕点 让李美男赶快品尝 称糕点里有小纸条 上面的愿望 她都可以实现 李美男根本无心这些小玩意 随意地打开绿豆糕 发现什么都没有 安心感慨李美男手气太差 忍不如帮忙掰开糕点 谁知竟是铜钱一吻 李美男怀疑安心装傻充愣 故意吊着自己玩 安心听后赶紧道歉 并着她现在是皇上 任何事情都可以帮她 李美男有些不相信 但还是希望可以放了她的母后 怎料安心竟然回答 太后早已安排回原来的寝宫 她不幸可以去看看 李美男见安心认真的模样 根本就不像是在撒谎 她抬眼看躲在暗处的手下 立刻用手暗示 让他们赶快退下 安心丝毫没注意到李美男的异样 还说着她对未来的规划 1357剑子比赛 246就跳广场舞 不料手下去没意会 傻乎乎的放出剑 还好被李美男看到 即使搂住安心 使她躲了过去 李美男赶紧再次暗示 用手指着脑袋 手下猜测是不能强攻要智取 正是安心低头看到一张纸条 上面写的是合家团聚 这样的寓意刚好符合 现在李美男的愿望已经实现 纸条已经没用了 安心正好撕碎 却立即被李美男拦下 并当场向她表达了谢意 承诺此生都会守护她周全 安心见事情圆满结束 举起包袱准备离开 李美男怕手下再次伤害安心 于是直接拦住她 将她抱入怀里 甜蜜地亲吻起来 手下立刻明白 主子是打算使用美男剂 便同时放起烟花 场景十分的浪漫 氛围也是刚刚好 第二天李美男找着太后 看着雍容华贵地坐在桌前 此刻终于放下心 接着向母后表达了 喜欢安心的心意 太后满脸的假笑 却仍不打算放弃皇位 转身就要找朝中重臣 商量如何抢夺皇位 大臣们当即提议 可以从她身边人下手 太后听了非常满意 默认了他们的行为 这天安心正在休息 一个太监匆匆跑进来 称爱慕她的王爷李牧被抓 她立刻换上龙袍 慌忙准备上朝 安心还没坐稳就质问 是何人抓了李牧 大臣马上奏鸣 李牧滥杀无辜 斯罗国库隐两 建造亭子 安心斥责大臣 他们连亭子都不造 整天就会胡扯 大臣当即跪地 称此举劳民伤财 不杀难以服众 更是威胁安心 他如若不杀李牧 便主动辞去官位 安心才不识他们这一套 愤怒起身 将桌前的苹果扔在地上 并大声吼道 眼看局势异常紧张 李美男命人压着李牧 缓缓走上大殿 表面上说李牧有罪 实则解释他自掏腰包舰挺 而且是个连老鼠都怕的胆小鬼 怎么可能会杀人 大臣被堵的一句话 也无法反驳 李美男顺利地救下李牧 安心看着面前帅气的他 眼睛都冒出爱心泡泡 心里泛起镇着涟漪 下潮后 安心准备救寝 他刚关上屋门 竟然发现李美男躲在床台旁边 安心立刻把他拉出来 好奇他出现的缘由 将安心拉到桌前 说要讲话本哄得入睡 这些就是自己救李牧的报酬 安心看着李美男一本正经的模样 忍不住的提醒 眼神一直望着不远处的大床 女皇被太后私生子征服 在她的一阵强烈猛攻下 两人完成了终身大事 次日天刚亮 宫女在门外催促着安心 到了上朝时间 李美男慌忙起身 由于进来时是悄悄的 现在只能捏手捏脚离开 他们正甜蜜告别 宫女已经走了进来 李美男慌忙拿起衣衫 一边向外走 一边穿着 子料迎面而来的宫女议论纷纷 他在注意到身上竟是安心的龙袍 不好意思的连忙脱下 与此同时 安心等着宫女 搜她更衣 却发现床上是件男人的外衫 宫女满脸笑意 赶紧去寻龙袍 之后两人开启甜蜜的生活 李美男邀请安心一起逛庙会 怎料李目得知消息竟强行跟了过来 那光照的程度最少一千万 三人正忙着逛街 丝毫没注意暗处的蒙面人 他举起剑直冲安心过去 李目联盟反抗 随着蒙面人并没把他放在眼里 故意越过他再次向安心袭去 而李美男紧搂安心 轻巧地躲过袭击 不料蒙面人穷追不舍 剑锋直冲两人 李美男徒手握住刀刃 顺势用力踢出一脚 蒙面人落荒而逃 安心看着李美男血流不止的手 担忧地带他回宫 温柔帮着涂上药粉 心中想着到底是何人非要刺杀他 与此同时 太后的请公 杀个皇上有这么难吗 你们这群废物 大臣们连忙解释 女皇身边一直有李美男保护 焉此无法得手 太后想起他那不成气候的儿子 屡次破坏刺杀计划 非常气愤 她眼神异常地狠毒 想着既然杀不了 那便用其他方法 晚上李美男帮着安心看奏折 她眼见得困得睡着 宠溺将他抱起 却令安心嘴里嘟囔得喊疼 李美男心里非常担忧 想起他经常遇到刺杀 虽然好几次将他复活 可身体还是会痛的 李美男更加温柔地 把安心放在床上 深情望着心爱的他 就在这时 宫女突然出现 慌张告诉李美男 太后请他过去 片刻李美男来到太后请宫 还未见到他 小绿就捧着一件血衣 站在大殿中央 当即告状说 是女皇安心派进军刺杀他 殊不知李美男整晚都陪着安心 听着他满嘴的谎言 李美男并没有当场拆穿 这时太后也赶了过来 立刻替小绿作证 称进军只听安心的命令 旁边大臣马上帮枪说道 安心就是个昏君 随即就跪在地上 恳求李美男主持大局 并推举他登上帝位 李美男满脸不屑 看他们打着为百姓的旗号 实现自己的野心 心里甚是觉得恶心 此刻太后也是劝慰儿子 让这起兵造反 李美男明白他即使不同意 这些人也不会放弃 于是当场决定 现在就起义 他又见儿子如此决绝 脸上瞬间挂满笑容 得意自己达到了目的 李美男先出了大殿 刚好遇到心腹大壮 立刻叮嘱他自己拖住敌人 让他找救援大军 大壮见太后一行人 真色匆匆出来 立马会议 大喊着要夺了女皇手机 而另一边的安心拿着橘子 满脑子都是李美男 与这甜蜜的画面 谁知突然冒出侍卫 直接绑了安心和宫女 并将他们带到大殿 太后嚣张地坐在主位 宫女替主子斥责 他们都是奸臣逆贼 太后愤怒不已 强行让他跪下 然后故意污蔑安心 称他追杀小绿 恶行太多 不配皇位 安心怕李美男误会 连忙解释 他从来没做过此事 小绿立刻反驳 当场指认杀他的人 就是安心派去的 安心想要知道 李美男的心意 却见他默默无语 心里十分难过 太后见时机成熟 要当场诛杀安心 李美男听后 顿时有些慌了 片刻有强壮镇定 称他既然已经是皇上 毕竟安心还有些姿色 便将他纳入后宫 接着继续说道 要把李木安排在身边伺候 在他死前 好好折磨一番 太后以为 儿子和自己一条心 就顺应他的意思 李美男谢过母后 转身离开大殿 并将安心抱在怀里 直接去上朝 当着重大臣的面 宣布了他们的新身份 下朝后 李美男强拉着安心回寝宫 只要给他解释 却被他不停地扔东西 李美男赶紧上前制止 这是外面恰好传来 太后道的声音 他立刻捂住安心的嘴 拼命暗示 下一秒 太后已经走了进来 满脸嚣张得一样 故意询问安心 过得可疏心 李美男怕安心得罪母后 两忙解释 在他的折磨下 自然痛快极致 太后甚是满意 拉着李美男的手 与他一起见大臣 到了晚上 李美男胆怯走进房间 赶紧向安心示好 并解释他这样做的目的 都是为了保护安心 希望他能在大军来之前 先暂且忍耐 安心虽然明白李美男 但还是认为他不够相信自己 李美男继续解释 他猜测安心前几次被刺杀 估计都是母后的安排 然后紧紧抱着安心 称不愿他再冒任何风险 只要过了这一关 以后便安全了 接着就要亲吻他 谁知李牧突然闯了进来 交集通知安心 大军明天就到 随后跟着大壮 联盟把这一千瓦的大灯泡 拖了出去 留下的安心得知 自己是最后一个 知道李美男计划的人 心里非常愤怒 当李美男要继续热吻时 安心将这被褥扔在地上 罚他不能与自己同床 次日大军就围困了皇宫 安心和李美男出现在太后面前 并告诉他这个事实 劝他还是投降吧 太后瞬间明白 直接送儿子一巴掌 称他是没用的东西 竟然被美色诱惑 李美男赶紧解释 他想要皇位 只是为救母后出冷宫 现在目的已经达到 他根本没什么野心 太后立即露出真面目 愤怒地说 生下李美男 是为了报复先帝 他要毁了朝堂 让先帝在地府也不得安宁 旁边的安心 立马阻止太后胡言乱语 不想让他伤了李美男的心 死了太后 依然说出难听的话 李美男强忍心痛 再次向母后确认 他是否只是报复的工具 否则谁管 安心听到太后说出这样的话 生气地护在李美男面前 让他赶快住嘴 谁知更加激起太后的怒火 伸手要掐死安心 幸好被李美男及时拦住 太后忍不住怒骂儿子 安心连忙捂住李美男的耳朵 满满地心疼 顺势紧抱着他 想要给他力量 当一切尘埃落定 安心为了安慰李美男 再次准备了糕点 将自己吃了一半的月饼 直接塞到他嘴里 李美男不忍心扫兴 打开月饼 发现纸条上面 竟然写了亲亲 甚合他的心意 安心瞧见后 满脸笑容 直接亲了他的脸颊 李美男又打开一个糕点 里面写着抱抱 安心看护照做 丝毫不掩饰对他的爱 怎料李美男第三个打开的 竟然和之前 就太后时的纸条一模一样 是合家团聚 安心怕李美男触景伤情 紧抓他的手安慰到 自己会永远陪着他 李美男听着安心爱的誓言 心情瞬间美丽 深情地望着他 之后两人举办了婚礼 向天下照告了他们的幸福 好了 故事到此结束 关注八两 下集更精彩